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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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你觉得亲切 像我们山中的老年 我要把自己装扮成相亲父老 这就是父老相亲 所以这个父老相亲就比较贴切 而且里面有一句歌词 我认为写的最好 就是处高千尺也忘不了根 就是你一个人 无论你有什么样的成就 你成为世界上多么重量级的人物 或者你是一个领袖 你是一个政治家 或者你是一个明星等等等等吧 但是呢 就是说你位置再高 你总会去寻根 总会忘不了 你小的时候所生活过的地方 甚至你小的时候 吃康厌菜的地方 喝过一杯茶的地方 我觉得这个就是歌词呢 跟老百姓比较贴切 所以他们对我呢 就比较的厚爱一切 他这个掌门是那样 父老相亲 是不是 你还别瞧了吗 我哪玩 翻版VCD 不过梁文道 我觉得你在香港 也很长时间 像这个彭丽媛 当然在我们内地来说 那就是这个最有名的明女人之列了 是吧 香港也有很多明女人 对没错 你这么一接触啊 你感觉这内地的明女人跟香港的明女人有什么不一样吗 如果只以这样接触来看的话 我觉得就是叫彭丽媛这样 我觉得特别的亲切 好 还可亲 真的 因为我在香港碰过一些明女人 就是 她的 她额头上就写了四个就 我很有名 这位可能是你得小心 是吗 有点这个 居然于千里之外的感觉 有时候会 对 所以我觉得特别亲切 看到 是吗 谢谢 谢谢 是吗 那你的感觉呢 您说我对什么的感觉 我对她说的这个事 我觉得我好像跟她说的挺相近的 好像别人见了我都觉得挺亲切 挺随意的 用我们一句最这个普通的话 就说挺朴实的 是不是这样 山东的父老相亲 所以你要见这个别的女明人 你可能未必敢穿着老棉袄 不 我也穿这个 我也穿这个 就假装跟她很亲切 谁知道看着这个 就不教得我很亲切 其实这个棉袄是一种时尚 因为现在很多这个名设计师 做的这个世界名牌的服装 都是东方化的东西 其实它很时尚的 最近很流行 很流行的 说实在的 其实有的时候 我也有一些感觉 我听某些名人 跟你讲的时候 比如说他会说 他说实际上 我也不是名人 实际上你看我见了大家 我都是挺亲切的 我挺平易近人的 说实在话 我就烦他用的 这个平易近人 为什么呢 我心里觉得 你当你是什么呢 你本来就是普通人 他这种表述方式 本身就隐含着一种 我不该对你很亲切 但是你看我还对你很亲切 我牺牲了一些什么的 对对对 所以那种 我发现啊 装出来的平民化 和骨子里透出来的这个平民化 它是不一样的 其实就是一种 内心的一种感应 透过你的眼睛 就可以看到这个人 内心世界是什么样子 就好像人们就是常说的 一句话是 就是当你这个人 你不认识的人 你接触的时候 就是说你认为 他是一种什么样的人 什么性格 或者这个人可教不可教 是善良 还是很恶意的 其实就在七秒钟之内 七秒钟 其实就是眼神 这么精确 就是眼神 眼睛就是心灵的窗户嘛 其实就是心灵的 一瞬间的沟通 钉子这么瞧 七秒钟 我觉得在我这个 接触这个人的时候 我尽量的就是说 下意识的去感应这种东西 是不是就这样 我觉得在我交往的 很多朋友里面是这样 当你跟他一见面 一握手的时候 你好 这么几秒钟之内 真正能感觉到 这个人是什么样性格的人 基本上就能把握住 那以后这个要见彭丽媛 那人就紧张了 七秒钟赶快表现 但这也得有一个悟性 我觉得我这方面的悟性 还好一些 但是没有这种悟性的 可能待七个小时 可能也不知道 对方是怎么回事 要让那么多人上大受骗吧 对方就像瞎了 好 刚才说这个 明人不明人啊 关键还是看他的这种 第一面的那种感觉 你比如我看 彭丽媛的这个感觉啊 我不知道为什么啊 我马上就想起 你会做菜 你怎么知道的 我就觉得你这个样子 说话的感觉啊 像是一个会去买菜啊 会去做饭的那样一个 你物质也挺高啊 我就是最爱买菜 最爱打扫卫生 洗衣服 做菜 而且我做菜做的还不错 除了咱们山东的面条 什么蒸馒头 包大包子 包水饺以外 我还会烙饼 还会炒各种菜 但是炒的可能不是那么好 但是自己觉得这还还可以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 嫁给你的男人 他是既幸福 嫁给我 你娶了的男人 不是 人家应该怎么说 被我娶给的男人 娶了胖的男人 他是既有压力又幸福啊 压力好多人都说 中国男人他这种心态 就受不了 你注意到 我刚才这个用词 就反映出 有的时候 人的一些不太正确的心态 比如说一个很有名的女人 强 我就不由自主地会说 嫁给你的男人 这一个就是说 大家一说 就是彭丽媛的爱人 就是嫁娶关系里面 是嫁给人 那个是弱势一点的 娶人那个是强一点的 对嘛 但没有 在中国女人 这个传统的观念上来说 特别是咱们山东 孔蒙之道 这种观念上来说 永远不能说 男人嫁给女人 就是你再是一个女强人 也应该是嫁给丈夫 好像我觉得 我永远在一个 从属的位置上 自己感觉 好像可能是 从小受的教育不一样 但是这丈夫 整天跟人介绍 说哎呀 你知道吗 他老婆就是彭丽媛 那他自己 你要要要不可以 那不会 那你就看 嫁给一个什么样的人了 假如说 嫁给一个事业有成的人 雄心壮志的人 就是很有水平的人 能驾驭你的人 那就不会这么 我的天 那能驾驭你的 只要有条件了吗 这要求很高嘛 能驾驭你 那当然了 在我驾人之前 我肯定要找一个 能驾驭我感情的人 驾驭我思想的人 所以我才会驾他 驾嘛就是下驾嘛 可是我不可能 你高于他 嫁给他 所以我跟你说 像你的事业这么成功 你的名气这么大呀 那你说再找一个 再能够驾驭你的 那你多高才行啊 成功是各方面的 我认为 就是说我的成功呢 只是说 我是一个演艺界的人 或者我是所谓的 一个演艺界的名人也好 其实我觉得 作为我们来说呢 这种事业啊 就是说就要成名 比如说你窦文涛 你为什么要做 千江三人行 为什么要跑到 凤凰卫视来做主持人呢 你就是想成名 那么你成名的标志呢 你事业的成功就是要 让人人都认识你 对啊 大家一任 哦 邦文涛 一任彭丽媛 一任那个 抱歉 抱歉 梁文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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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成员 还没成员 还差一点 一任你就马上就可以了 一任梁文涛 那么这就是说 咱们的事业成功了 你的主持成功了 那么我的歌唱成功了 其实我们成功的标志 是在于你一定要成为一个名人 人人皆知的人物 其实我觉得 很一般 很普通 这是一种事业 所以说你在嫁人的时候 就不用考虑这么多 你就把你作为一个普通人嘛 那人的成功不一样 也许 就是说你 你嫁的这个人 他在你这方面没有成功 或者说他没有出名 或者没你这么有名 出去以后都找你签字 都找你拍照 但是他在其他方面 是很有作为的 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物 那你觉得你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寻找的 不是你 你找到的 是不是很 很文价 按照你的标准来说 是很成功的人物 我想这个问题 你就不要问我了 我嫁给他十几年了 那你想想吧 肯定是很成功的 所以我才会 他成功十几年了 充满了幸福 他成功十几年了 充满幸福 应该是这样的 在家还太成功了 在家这种 觉得两个事业上 都挺成功的人 在家里 你会是一个什么角色 是咱们山东那种 挺传统的 家庭主妇的角色吗 我应该是一个 非常传统的 你比方说吧 我算是一个 也算是所谓的 人家说的流行语 以强人这种的吧 自己在外面 也独当一面 那个就是说 自己或者是去干事业 风风火火 跑前跑后 跑来跑去 飞来飞去 基本上就是 没有什么时间休息 也很少有时间 呵护自己 那么当我就是说 背着行李 回到自己的家以后 那我看到我 离开这个 很久的家里面 地上一层毛 或者一层土 或者床单都没换 长毛啊 不是 就很长时间 不拖地嘛 或者是不扫地的时候 灰尘嘛 这事我还不太了解 这棵里还立着长毛 所以你就不打扫家 别用 你看你从来不打扫家 就不打扫家 或者是一堆衣服 还没有洗 甚至于菜放到那里了 但是还没有下锅 米还没下锅 肯定我这个时候 也很疲惫了 有的时候一晚上呢 赶飞机 赶火车 可能都没有休息好 其实这个时候 我最希望 休一下 睡一觉 但是我觉得 家里这么乱的话 肯定是 首先 先把米淘了以后 做上米 那么把那个衣服呢 放到洗衣机里面 按上洗衣机 这个时候我拖地 地也拖好了 衣服也洗好了 晾完以后 米也做好了 我再做菜 这个时候我才感觉到 哎呀我太累了 赶紧泡一个 终于把所有的使命都完成了 你才能放下来 是的 反正我睡不着觉 这就是他跟香港民女人的分别 香港民女人跟我谈 他们平常忙什么 他说哎呀我太累了 我过一会又要打电话给我的飞庸 哎你该七八米了 再过几点我又要告诉我飞庸 哎你该拖拖地了 然后我今天晚上还得参加个舞会 哎在我又得叫我的飞庸 帮我找找看了 哎 这可能社会背景的不错 不过邹特想你可以找个保姆啊 我是有保姆 但是我不是有两个家吗 啊 我我只有一个保姆 只能跟着我另外一个家 我有的家里就没有 那么回这个家 没有保姆的时候 就得我自己干 我觉得我也可以干嘛 因为我们都是从小的时候 干活出身的嘛 劳动人民出身 哎这家家电视机前的 家庭主妇们学你一下啊 这个事业家庭双风收 还是可以做得到的吗 我认为好像有的时候 可能会累一些 但是应该说不难做到 我觉得做这些家务活 是我的乐趣 而不是一种就是说 很难对付的事 或者感觉很辛苦的事 假如我觉得辛苦 我可以不做吗 我也可以请人来吗 但是我觉得我很乐意 做这些事情 我愿意疯疯不不 愿意洗洗涮涮 也愿意那个就是 把自己的家布置的好一些 别人做的菜 我认为好像不是 没有我做的好吃 有一个女性啊 让我这个 听了她说的话 不知道是什么滋味 她呢是跟她的这个老公啊 离婚了 可是呢 她说每一次 去她的老公那里 去一下的时候啊 她看见这个地上的 这个脏乱或者什么 她总忍不住收拾 她说你看吧 本来就跟我 没什么关系了 我也可以不做 她说但是我不做 我就离开他们家吧 我这个心里总觉得 好像我有点事没有干完 对 就是不是我觉得 她血液里就有这样一种 中国传统妇女的那种 使命感 责任感 应该是 好像女性都具备这样的 一种 应该算是一种美德啊 应该具备这种 但是有很多人呢 可能由于她工作忙啊 还有你刚才提到的 一些香港的明星 但是我觉得这个社会背景不同 因为他们从这个 从他们成名开始 就有公司包装他们 那有很多人来伺候他们 甚至于她身边带好几个保姆 对 所以我们每次来香港演出的时候 很多就是我们的崇拜者 他都觉得我们跟这个 港台的明星有很大的不同 你比方说有一次有一个 就是很有名的明报的记者 采访我的时候 我说时间不多了 我一边化妆 一边做头发 一边跟你说 然后我就要上场了 他说呀 没有化妆师跟你来 没有发型师跟你来 我说我们出来演出 全都是自己化妆 自己做发型 他说哎呀香港可不是这样 他要跟发型师化妆师 还有保姆 还有保镖 我说这是社会背景的不同 这一个就断手断脚了 因为什么 他们那个公司包装 他们因为他已经是商业的运作了 他肯定希望明星们 多一些休息 对外的一些形象好一些 这样他就拿着他们 还可以在商业的滚动 那作为大陆的这些 明星来说 内地的这些 所谓的这些明星来说 我觉得他好像更自食其力一些 他就是从开始 就是自己做自己 自己包装自己 那么到现在呢 我们就非常的这个 感觉很自然 昨天我们文化中心演完演出以后 出来 很多人呢 找我们签名的时候 我们右手提着衣服 左手提着包 他对很沉啊 放到地下再给他们签 我想港台明星 可能就不会有这种杀风景的机会 可能他们早被保镖挡住了 或者很多人会给他们拿着衣服啊 他这个港台明星 他形成这种习惯之后啊 哪怕是那个没人伺候的那个小明星啊 他要没人帮忙拿东西啊 他这个脸上挂不住的 所以有的时候他找这朋友 咱们要出门外边有人拍照 帮帮我拿着衣服帮我拿衣服 然后你就说是我的经理人啊 你说是我的二保姆 就这样 其实我觉得我们无所谓 因为我们在内地 要去很多很多地方演出 特别是我刚才说的新年新那种 其实这种行为的话 像我们这种对人的方式 或者我们自己对待自己的方式 更受老百姓欢迎 他们觉得我们很贴心他们 其实本身我们就是老百姓 没有什么 也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 跟咱们一样嘛 对 刚才咱们说这个名女人了 这关于名女人有过太多种说法了 什么又难啊 又不难啊 反正左右为难啊 那你呢感受呢 我感受 因为假如说我能成为一个名女人的话 你已经是了 假如我们能有名的话 应该这么说 那你太有名了 现在 我都经常看你的节目 对 这个是我们很大支持 咱们明星三人行 好多明星 原来都看下人行 我在内地 基本上就是中午 每天强强三人行 我不辣呀 假如说中午我辣掉以后 我晚上十二点 我再困 我一定要看晚才知道 那不耽误了你 这个家庭主妇做中午饭的时间 没关系没事 一边坐一边看 一边坐一边看吧 就看强强三人行 能让她做不成传统家庭妇女 这功效可大 另外我对你还特别熟悉 感觉特亲切 一见如故 你特别像我们的一个好朋友 好朋友 长得一模一样 是吗 什么时候我觉得有机会 应该把她请来 这个人叫邓一斌 不知道她喜欢不喜欢 我说她的名字 他什么时候要 如果有机会 我希望你请到她 坐到这里来 跟你做一次节目 俩的文涛 跟复制人似的一起 接着说说 你当这个名女人 你的感觉怎么样 假如我还是一个 称得上一个名女人的话 我觉得是挺好的 因为在你想成为一个名人的时候 你肯定有很多艰辛 你吃过很多苦 就为了一个目标 我就要成名 就要让人人都认识我 人人都知道我 这样我就有很大的成功感 就有一种就是说 心理上的满足 但是一旦就是说 你得到了这些以后 保持非常难 因为你的做人很重要 你的事业保持一种 那个就是很 很好的稳定的这种高峰 也很重要 我觉得是 很多人就说 好像做名人很难 名女人也很难 我觉得我有不同的观点 当然做一个人 本身做一个人就很难 一个普通人都很难 一个工人他也是很难 谁活着也不硬 都不硬 那么作为一个名人 大家都是焦点都聚焦 公众人物 那么你的 我觉得特别的 一言一行 一举手 一头足 大家都会有 品头论足 都会去说你 或者有说好的 有说不好的 那么我觉得 除了这以外 他有很多 他好的东西 比方说 在大家都排队 买菜的时候 或者买一样东西的时候 由于你的时间不行 你跟前面的人说 我家的菜 正因为你是名人 他会说 可以啊 就因为你是名人 我觉得是名人得到的好处 还有很多次呢 就是比方说 你乘飞机的时候 由于堵车 你赶不到机场 那么你就可以拨通一个电话 那个机场的电话 就说我是谁谁谁 我要赶这架飞机 我还要赶到一个地方演出 不能耽误时间 一定要坐这般飞机 那么他们就会呢 特殊的给你换了机票 在机场门口等着你 把灯机盘给了你 这个飞机只要起飞前十分钟 大家都可以等你 这就因为你是名人 然后等你一进来 热点鼓掌 那倒没有 那倒没有 对我们的补偿 那倒没有 还有你比方说 在这个内地经常坐火车出行了 去到很多地方 有好几次就因为天气原因 飞机起飞不了 临时改火车 不可能买到票 因为中国人很多嘛 坐火车的人也多 那么这个时候 你买一张站台票 直接就到这个站台上去 找到车长说 我是谁 可能你都不用说 车长都一下子把你认出来 你赶紧上车 是不是没票 是没票 坐几号包厢 软卧 肯定就给你了 就因为你是名人 我觉得这方面 好处很多呀 所以我觉得 既然入了这个行 是吧 大家就不要那么虚伪 你怎样 我不想成名 我其实对这公民立了 无所谓 你无所谓 你干这干嘛呀 这就是得打 这是一个成功的指标 是吧 这意味着观众 对你的接受程度 对 是不是啊 所以说 这个这当然是好事 成名并不是犯了罪 有些人是另一种心态 哎呀 我不行 我不行 他觉得他出了名 跟判了刑似的 是不是 那你呢 你怎么感觉 我也是有点这感觉 你现在如果说 你到内地去的时候 恐怕围着你的人很多呀 都得找你签字吧 其实我挺拘束的 你知道 你会觉得累吗 我觉得呢 这个 如果展现不出 我真实的自己 我会觉得累 比如说我身在香港 我也实际 我跟公司 我要服从公司的 公关部门 对我的一个 包装形象的限制 可是说实在话 我对这个有点意见 虽然我某种意义上 合约的意义上 我要服从 他对我的这种要求 可是实际上 我觉得 如果我在大家面前 展示出来的样子 并不是我真实的样子 甚至不是我所喜欢的样子 那我觉得对我来说 没有什么太大吸引力 所以你也有的时候 会觉得有点烦恼 也不烦恼 我觉得有人认识你 他总是好事 那是 那当然了 你知道吗 要是普通家庭里 出来的孩子 平民家庭里 出来的孩子 任何时候 我觉得发现 我觉得避免不了 一种受宠热惊 街上有个人认识我 就觉得 哎呀 人家还都认识我 我是那么不感觉的 太客气了 真的 我没那种明星 其实 我很喜欢你的婆姨 是吗 谢谢 谢谢